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志愿者 李宗盛 全部都是… 你是否看到一些我們看不到的東西 對,這裡明明一個球都沒有 要不要讓筷子夾一夾 你說甚麼?這裡更大的球 不過我想說甚麼聯賽都開了 真的很多球看 原來你說這些球,當然全部都開了 有看謝德謙嗎 你趕快看他說,還是看他踢 當然踢也要看,說也要看 不過真的很不值得 畢竟最後才輸兩球 但你的表現已經很好 你別這樣說,很尷尬 不如說說其他球 有英超、德甲、西甲 有那麼多球,真的看不完 看看他就行了 對 今季英超真的值得一讚 9月1號,我想對於學生來說 當然是大日子,因為要開學 但對於我們這些 離開了校園這麼多年的人來說 都是大日子,是什麼日子呢? 9月1號是香港隊主場迎戰柬埔寨 唯有備戰東亞杯的外圍賽 所以香港隊特意選了國際賽日 選了一場友誼賽要比賽 對於柬埔寨 不過看回名單,其實都可以接受 有年輕球員,也有外籍球員 也有本土年老級的球員 不過看到黃威、陳俊樂 和方法輪在裡面 都有比較少數入選的球員 不過看到他在第一輪比賽 也踢得相當好 所以我想金Sir 選他們進去也算是值得的 不過我覺得阿謙仔做了評述員 他說的話,我突然好像有畫面 在接下來出場的名單 你覺得這個感覺嗎? 不,好像現在踢中,對吧? 你覺得這個名單很好嗎? 我覺得還有一些給黃俊浩 你當然要,為何劉鶴明 為何不選擇 我覺得可以選擇這些 因為有賽,讓他們更多踢 你現在好像說到現在踢中 你把那幾個月下去踢會怎樣? 你現在說吧 見仁見智 因為到了一個比賽 你要取得平衡 就是說太多年輕球員 可能實力會減低了一點 我想金Sir也想逐步逐步來 希望多一些年輕球員 一點點加進去 希望他們獲得多一些經驗 先踢好一點的比賽 如果一堆扔下去 如果獲得不到成績 也很難交代,對吧? 對 應該對著柬埔寨 都可以獲得一些成績 畢竟柬埔寨世界排名上是180 而且在這個世界盃的外圍賽 早上的成績全都輸了 輸了八場 所以這場球,兩位球員 你們大家覺得應該會贏多少呢? 贏一定沒問題 不過看看失不失球 不過我相信過葉鴻輝 我對葉鴻輝一般 不過他很厲害 還有一群… 我們本土的洋將 一定一定有保證 所以贏沒問題 最重要的是,我覺得 作為球不是很重要的 選擇,選擇的場也很好看 選擇旺角場 所以一定要入場支持 滾到自己,有一個很imi人出來 對自己有信心 盡力去真正 支持香港隊 撐起港隊,香港隊,柬埔寨 星期四晚,8時 99台ViuTV現場直播 我可以去廁所 等等 寶庵, 有沒有金牌? 沒有 沒有就不能去 不是吧?去過廁所 哪有金牌才能去? 其實你們不是說今天一件事嗎? 今天早上有一宗 就是中國訪港運動員來到體院 做一些示範 但是我們香港見的選手 就想去廁所 但是寶庵跟他說 只有金牌運動員和中國選手才能進 對嗎?這樣好像不太受 但是據報道說 其實中國奧運代表團 在晚演上受到很熱烈的歡迎對待 我們港隊也有出席 但是好像報道說 全程港隊備受懶惰 其實需要這麼現實嗎? 有金牌和沒有金牌 分別不需要那麼大, 對吧? 其實作為一個運動員 本身是對運動的尊敬 我自己覺得是這樣 你說有沒有成績已經是其次了 要一個尊重我覺得相當重要 說得很好 沒錯, 其實奧運也有些國家 是沒有參加的 但是世界賽, 可能什麼國家都有 我們李維斯、吳安尼都拿過世界賽 又不見有人跟他們慶祝 你也說得很好 但是霍先生就說 其實現在的資源不是那麼足夠 如果要令運動員的表現好一點 就要增加資源 否則就要削減項目 我想問兩位有什麼看法 削減和削減預算要問富哥的意見 因為他切身處地 就是被人削減的 我就是看遠削減出來的那群人 既然成績不好 足球被削減出來也明白, 理解的 但是你說削減預算沒有錢 你有七百萬招呼他們 其實可以給我們嗎 也可以想一想 不過可能我們當時想不到 另一件事, 剛才也說過 就是港隊全程被受冷落 我就想了 會否大會有這樣的安排 香港隊和中國隊的選手 大家可以有交流的機會 所以才安排他們出席 說得沒錯 即是有交流的機會 是眼神交流的機會 一群人在台上 一群人就像我們這樣坐在這裡 其實說交流, 很多時間 有個集訓比賽也看到 大家交流就行了 這樣真的好像挺有道理 但說了這麼久 其實我也真的想去廁所 等等… 保安 算了, 你有金色在身上 當你一次讓你去吧 好吧… 都說你們好人 一次那麼多 比看遠的保安 我真的… 美國網球公開賽今晚就開始了 我們就看看康涅迪格公開賽的決賽 跟大家熱一下身 由拉雲斯嘉對著斯維杜莉娜 緬香鏡頭的拉雲斯嘉 過去四次打入巡迴賽的決賽都贏 第一盤贏得相當輕鬆 決勝分斯維杜莉娜打落網 先贏一盤6比1 說就說拉雲斯嘉對上四次入決賽都贏 其實斯維杜莉娜都是 還要他只入過四次 WTA巡迴賽的決賽 但說這麼多都沒用 這盤打到決勝局 斯維杜莉娜都把握不了 拉雲斯嘉殺下去那下多狼死 打球的東西就是這樣一來一回 你斯維杜莉娜搞不定嗎 我拉雲斯嘉就搞定你 他不僅贏了剛才那局 將比賽帶到決勝局 決勝局的決勝分 還要引導斯維杜莉娜打落網 拉雲斯嘉連續第五次在決賽贏 在接下來的美國網球公開賽 他將會以四號種子的身分出戰 頭兩號種子基巴和世威的狀態 有點回落 這次美網會不會是他第一次 贏大滿冠的機會呢 把時間保留,是18至20歲 厲害了,把球都踢光了 還說了一些球 昨天還要輸球去廣播 有甚麼感受 其實感受就不太好 因為全場比賽都不停提點隊友走位 所以自己的聲音都有點沙沙 你說到廣播之前,自己也少要談 不過你說到工作前面,鏡頭前面 一個專業的評述 我會給各位觀眾 我覺得這個精神 我們每個人都要學習 做幕前就是這樣 不管你之前發生任何事 但在鏡頭面前,真的要表現你的專業 好,既然你說到這樣 下一場什麼時候?我看 星期四三夜,比利時對西班牙 這場球絕對是激戰 還要卡斯拉斯下選 看看迪基亞的表現如何 希望西班牙贏 我們一起…星期四吧? 支持你